天辽河畔两岸许多大树都聚集了鹿丝鸟类 不仅鸟粪影响到行人及车辆的问题 前阵子又刚好是繁殖旗又遇上市政府惨发处在修剪树木 有些鹿丝雏鸟不小心跌落地面死亡 而如果过度修剪树木又恐怕会引起鸟类入侵人类住宅区 因此市议员张浩瀚和陈冠宇在议会质询时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 希望市政府可以妥善处理 也让田辽河整体环境可以大幅提升 因为前阵子是繁殖旗 那我相信东宝所跟黄宝区应该有接到非常多的鸟类 从树上坠落的一个情形 那其实它不只是鸟屎问题 其实它跟整个生态环境也有 甚至我还有黄宝区的弟兄 还有少到小型的一个鹿壳类的动物的一个尸体 那其实也造成了非常多市民现在不管是停车 或者是在散步的时候 经常会受到鸟屎的一个袭击 那所以我在这边也想要跟市府讨论一件事情 除了在整治我们的田辽河的一个水质以外 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棲息地 我们到底如何跟这些的鸟类达到一个共存的一个情况 因为说实在的现在 不管是鹿轮金金金被鸟屎洗几外 其实我们非常多的环保局的弟兄 在现场几乎都要到处每天这样亲 可是这样每天这样亲的状况 其实也不符合 其实尤其在夏天 真的要亲真的非常的一个困难 包含市长多次在媒体上发言表达很困扰的 就是为什么陆科鸟类会一路从西定河移动到铁疗河 原因都是来自于说当时的环保局 并没有落实生态检核的报告书 当时是有提出去说要进行补偿的 就是这些陆科鸟类的迁移 它其实终究就是 它想要找一个地方居住 然后所以导致说 它现在在田辽河那几棵树木 变成一个超级密集的集合式住宅 那在前几次都发处跟产发处那边 在不管是因为台风也好 或者说想要处理观光导致的灶乱问题也好 持续进行过度的修术 会有一个比较麻烦 更麻烦的问题发生是说 这些鸟类它可能会移动到住宅区 这件事情在暖暖区是有发生过的 市政府产业发展处长林鼎超大讯师表示 当时是为了因应台风侵袭 但是修术时都有注意到除鸟 并没有过度的修剪 我们在修剪树枝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把这个鸟类的繁殖棋的这个部分 也有把它评估进去 那其实我们当天在修剪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有考虑到 我们能照顾的这个除鸟的量能 所以其实我们不是一次把它修剪到位 但是当初为了要 当初修剪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台风 台风期要到来 市长谢国良进一步表示 入司聚集造成的鸟粪影响刑人和车辆 以及除鸟死亡的问题 修不修剪树木 市政府都会被骂 因此市政府将责成产发处 希望可以寻找到几个其他适合的棋息地 作为鸟类聚落 让人和鸟不要一起互相影响 可以共存 跟一些动物的协会合作来尽量保护这些鸟 不过就光是修剪我们也被骂 然后那那可是如果说都不去动它 就是让大自然为很自然的一个栖息 那鸟死多了也被骂 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拿捏 今天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思考一下 那刚好安员提到 就是说一些国外一些广场 有鸟类啊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也去过一些 那这真的是很好 所以我想我们是不是跟这个产发处 跟因为动宝所是产发处在管的嘛 我们应该好好来研究一下 透过一个伪办案 到时候也请议会支持一下 就是看鸟类能不能够在整个棋息地 我们找出几个适合的聚落 不要人鸟 大家共同的在一个地方 那彼此会排斥 彼此会排斥 对啊等等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可能对于大自然的保育 跟对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等等 也会找到一个平衡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